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假讯息像是长者们最关心的养生保健疫苗接种问题 还是日益猖獗的金融诈骗 透过贴近生活的案例提醒民众切莫亲信谣言 中家宽平常得有线电视前进社区推广媒体试读 这回来到台北市大同区大游里 传授辨别假讯息的技巧民众都觉得相当受用 印象深刻的就是关于那个诈骗集团 他会处处都有诈骗 什么股票 还有朋友之间的 我要带你怎么赚钱 什么突如此类的 现在非常多 但是很多人都上骗 要先求证 然后看是不是他说的是真的 有的时候说我认识你某某人 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 那第一个我们不要慌张 就先求证 那求证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需要求证再求证然后小心 现在诈骗无所不证 无所不有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 诈骗他的手法一直在变性变性 让你连法官都受骗了 你看我们该怎么办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在防疫的时候 都宣布假消息 然后大家都不知道该打疫苗不该打疫苗 然后造成大家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混乱 另外还有什么共军啊绕台啊或是怎样 那这些东西都是会让我们会觉得惶恐 那在媒体的试读方面相当重要 你要正确的去理解 然后不要被那种乱七八糟的一个讯息 手扰乱 然后我们还必须先小心查证 查证完以后再慢慢的去理解 尤其现在诈骗集团的手段非常非常多 然后一直出城变新 尤其是那个网络里面 多的是那个LINE里面 多的是那种的讯息 这些都是我今天听到非常受用的部分 然后非常感谢我们的中家的新闻 来为我们老人家宣导 尤其我们老人家都是独居 然后错误的健康观念也是很重要的 那就是要慢慢的去理解 那今天就是我受用最多的是像健康 像安全 像什么现在疫苗的问题 那这些都是我今天 以前都没有听过的 我今天听到都很欢喜 非常的感恩 讲得很好 然后我觉得很热心 然后我觉得大家 我们老人家都很欢喜 新闻有奖的消息 新闻他有报的消息 百分之百一定是真的 对还有不对 请居上 课程中还透过有奖侦达互动 加深民众对于分辨求证 假讯息的重要性 大游里里长徐美智 也感谢中家宽评 常德有线电视 在讲师生动有趣的讲解下 让长辈充分了解 面对假讯息该如何求证 首先非常感谢我们中家新闻 来这边帮我们做一些 那个防疫的宣导 跟反诈骗的宣导 觉得非常的指挥票价 因为民众都很能够接受一些 不一样的新的讯息跟资讯 那刚刚我们主讲的讲师 也讲得非常的精彩 尤其他不行讲到反诈骗 然后讲到假投资真诈骗 然后又讲到国防领工的安全 让大家都耳目一新 然后感觉到非常的安心 然后带来一些新的讯息 非常正面的能量 非常感谢中家新闻 来我们大游里办公处 今天来做宣导 非常赞 很开心 刚刚讲到除了一些老旧的诈骗 还有一些新的像那种假投资的 刚刚我们讲师就讲到 有说故意说 你们每个人拿多少钱出来投资 那比如说拿个十万二十万 其实这个钱 如果他真的有钱 干嘛还给你拿这个钱 他自己就拿出来自己投资就好了 还要让大家来投资 因为有钱大家偷偷的赚 哪有可能说还跟大家讲 所以这用一般的尝试来判断 也知道这是假的 然后另外他还有讲到 像我们的国防的领空的安全性 那有一阵子大家很害怕 为什么好像领空上常常有一些 飞机在那边飞来飞机飞得很近 原来是汉光演习 跟那个国庆日的时候 有一些演习 那是我们自己国内的飞机 所以不用担心 然后另外还有讲到 假的那些诈骗 就是说什么 阿嬷阿公 或者是爸爸妈妈 那种声音虽然很像 可是你要冷静来判断 你如果有问题 先打电话 问自己家人 是不是真的这个事情 不要被骗 然后说去什么转账转来转去 把自己的血汗钱都转走了 这样很可惜 中家宽平近年来积极与社区学校合作 举办媒体试读教育课程 这次来到大同区大游里 传授民众媒体试读能力 除了善尽地方媒体的社会责任 也希望在资讯爆炸时代 不分男女老少都能做个聪明的乐听人 媒体试读战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